港區人大代表洪惠文 生日派對 搞到滿城風雨 令整個官場建制派震撼 這位主角終於現身出場 什麼出場呢 他接受明報的查詢 有一個回覆 現在是深刻反省 他已經發了聲明 引起這件事自怯 目前沒有考慮過持任人大代表 和前海管理局首席聯絡官的職位 當時是私人時間私人身份出席私人聚會 分開看 要proportionate proportionate 要相稱 按比例 我只不過是私人派對 私人時間 私人聚會 私人身份出席 跟公職無關 所以我辭職不辭職 又不是犯了什麼大舉過失 邀請人來參加 要相稱 懲罰的措施或後果要相稱 他舉個例 為何要辭職呢 這個邏輯在哪裏呢 如果醫生 駕車被人抄牌 是不是以後都不能做醫生呢 這次私人的活動方面 明顯地抗疫意識不夠強 敏感度不足 跟工作無關 他也不認為 跟特區政府的問責官員可以做的比較 自己叫做前海 對外聯絡官 前海 是一個 補稅區 實際上是 前海駐香港公司的兼職董事 不能夠清上一個官 說到這裏呢 我覺得很好笑 大陸是官本位 例如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ficeer不是官嗎 於是香港 亦當行政總裁 大陸亦當首席 執行官 例如CFO 香港亦當財務總監 在大陸亦當 首席財務官 首席財務官 土股官 首席財務官 組織共作官 其他全都是官 人用官大家會縮起鏡 政府官員官議 誤عد 只是公司 兼職董事 大家電視的us 有沒有中共生日會 Раз話公司道歉聲明 已經給了多家傳媒朋友和領導 不知人大領導 大家都看到 他已經向前海當局報告這件事 當局沒有跟他討論的問題 這件事我相信一般市民心中心中有數 那種憤怒的程度是怎樣 原因是很簡單 剛剛說Omicron入侵 那些高官出來說過不止一次 包括徐英偉自己也有說 因為他是抗疫前線的 陳姑娘、陳肇始、林鄭、不在話下 三番四次 講到牙血都出了 聚會盡量不要去 人多地方盡量少出席 雖然他們自己有去 公展會那些慶回歸的活動 林鄭就說公職來 公職 公務活動要去的 但是私人聚會盡量不要去 這是政府要求 這班官員 希望他們做到的 接下來 突然要取消堂食 取消很多公眾活動 現在說連宗教聚會 我剛剛看到 這個政府發出來的一些資料 宗教聚會也不要去 那種嚴厲的程度是很重要的 大家就要問 你連百姓都不准堂食 高官就可以開派對 生意派對 連宗教活動也不允許 你 跟著下來的措施 哪裏還有公信力 你說要拉又要鎖 跟英國一樣 英國一般的平民百姓 譬如你那些政客叫人做 這個做什麼收緊措施 你自己就在開派對 是吧 我為什麼要聽你說 英國尤其是 反抗的心理很強 大家知道民主的過程 民主的選舉 又有輿論的監督 我就說知你 你膽敢去執法 但是現在香港的情況就是 特區政府在這個 由亂入治之際 做這些事情出來 他們 提出來的政策 哪裏還有公信力 哪裏還有管治威信 本來管治威信 幾乎跌到谷底 現在可能 最低只有更低 電台節目 很多人打電話去 馬鈔到飛起 譬如一位張先生 全世界在抗疫 在搞這樣的聚會 除了口罩唱歌 不是要指責高官名人 就算普通百姓都是不對 麻煩 你不應該給市民看到 只許高官名人聚會 不許黎民 百姓堂食 這些不用 高深的分析 大家都知道 得到這個結論 另一個就說 英國很多官員犯錯都要辭職 前衛生大臣 疼過他的助理 都要辭職 香港沒有這些問責 都不辭職問責 另一位梁女士說 生日年年有 為何要這麼鋪張 這人很鋪張 好像二十多歲已經開始搞 要請那麼多政府官員 香港要廉潔 來一來要做人情 你是人大來 更加要廉潔 更加要低調 我想問有沒有做人情 有沒有送禮 去人家生日會 沒理由白吃人家一餐 都會送禮 為何要送禮 巴結這個人 另一位就是 我是小食店老闆 早前因為顧客沒有掃到安心出行 被停業十四天 食客罰五千 這次發生這件事 有高官是沒有掃到安心出行的 原來香港政府縱容高官 我無法無天 我現在心情很忐忑 不用忐忑的 你只是需要憤怒 無語問蒼天 停業十四天 很嚴重 小型直視 舖租也要交 生意做不到 只是做到外賣 現在就做PK 基本上 那些 食肆全部 晚事做不到 最PK的大酒樓 小食店用外賣頂得住 有機會 大酒樓沒有了這個堂食 收工 很多大酒樓 其實都是 藍絲 大家很關心 這件事對於民意有什麼影響 對於政府的公信力 管治威信有什麼影響 雖然沒有什麼威信 所謂公信力管治威信 民意 無非就是這些官員 究竟能不能夠 繼續坐穩這些位置 繼續 穩助釣魚船 繼續連任 也是關乎 林鄭的仕途問題 其他的 問責官員怎樣呢 我剛才分析過了 徐英偉就沒有了 我不同意葉劉的說法 不定下屆特首很喜歡他 下屆特首怎會喜歡 會令到特區政府陷入大醜聞的官員 怎會 玩完 但問題是否今屆炒他 我覺得林鄭狠一點 炒了他能夠拼連任 大家要問 所謂管治威信的問題 會有什麼影響呢 講到明 對徐英偉尤其失望會採取行動 會不會炒他呢 如果徐英偉跟其他官員一樣 有些官場 足魂分析 只是寒圈打卡後離開 可能無需要隔離應和萬戰專心當然不是 現在講到明全部都要進去 所以 這班人 無論官員議員 人大代表抱一種僥倖心態得過且過 牽涉到政府團隊的治理出現系統性的問題 我完全同意這個 又是什麼呢 我分析 跟 紀律部隊警察 負敗是 同出一切 同一個原理 因為上次 幾個高官包括入境署 署長 海關關長 這個 保安局副局長 出席 一個大財團的 豪華火鍋 這個 飯局 林鄭 李家超 鄧炳強 那些主事官員出來 抱這班人說沒事 私人聚會這些都要認識各界 難道見到鮑魚就走呢 林鄭自己出來 我跟他談過了我信得過他 他不是貪這些東西 這樣的情況下 即是他們做完 這些事 做完明明違規是沒有後果的 沒有後果就繼續做 會做越離譜 是不是 即是很簡單 管小孩也是 他犯了錯誤 有沒有後果呢 我以前 年代全港的家庭都喜歡看佛 打到七彩 全國腳都騰腳 媽媽打我的時候 穿短褲上學長 真的很糟糕 很醜的 排隊見到前面那個 然後看你又是 看佛 是有阻嚇作用的 不過今天沒有人做這件事 不應該看佛 不過你做錯事要有後果 是不是 如果你小孩做錯事沒有後果 他膽子越來越大越來越錯 同樣道理 官員警察 做完沒後果就亂來 越做越大 越來越錯 這是一個系統性問題 團隊治理出現的系統性問題 我上一段影片有說 他幾個人出來 包括林鄭出來 不要出席這些人多的聚會 私人聚會盡量減少他 即使他也是韓天亮就走了 講完 沒有人聽 當你發了一封 這個也看到 不只是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 而是特首林鄭月娥的管治威信 有些人說徐英偉政治敏感度不足 如果說徐英偉政治敏感度不足 那20個高官是怎樣 20個高官是全部政治敏感度有問題 包括紀錄部首長和文責官員 那些立法會員不在話 如果沒有其他內情 或者民意沒有強烈反彈的話 暫時看不到徐英偉 試圖有什麼影響 不過 記憶所求這次是特首 第一次 公開 批評一個民集官員 已經算是較為嚴厲的反應 對徐英偉的聲譽 造成相當大的打擊 我認為林鄭 林鄭 是特首 第一次 我自己看 他這麼憤怒 是很想炒徐英偉 以顯示自己的威信 但是炒不了徐英偉不是他主事 主要官員是張政會任命 你提名 你提出來 所以任和免都是張政會的權力 他當然可以提出來 不是他主事 只有幾個月貨 但是你炒他 你就會顯示自己的威信 借他人頭一用 你不炒他 就表示什麼 表示你連動一個官員都用不了 上面罵事 無論 你動不動他上面罵事的話就會制褶住你 你很想炒他也沒用 另一方面 就是我剛才說的 你繼續提出這些 抗疫防疫的措施要收緊 你有沒有公信力 食肆已經哩哩聲 已經少了很多很多生意 接下來會繼續來的 繼續收緊的 你繼續收緊的時候 那些人會說 全世界都不是這樣做的 你才這樣做 你跟全世界脫軌 怎麼搞 是會打擊政府的威信 是會令到市民對政府失望 已經很失望 因為他們沒有以身作則 中央政府怎麼看呢 中央政府 對特區政府今天這個大醜物 整個建制派的這群忠誠的廢物包括這群立法會員的大醜物 是會極度失望的 是 削弱了政府在中央政府心目中的公信力和信心 削弱了中央對於香港防疫工作的信心 增加了這個確認的難度 不過 大家 不要開心得太早 他不會動林鄭 只有幾個月 換屆了 他會讓他做下去 不過我自己評估這件事 確實對林鄭 連任的機會 會造成極大的影響 和打擊 他有很多政敵 整個建制派裏面 民建聯 工聯會的那群 在2019年反修禮運動 牙齒印到現在是未解 因為阿爺看他 所以這群人就去看阿爺的面色 我們經常說是胡搞虎威 是嗎 高度滿吐氣敢怒不敢言 有機會打他背後 幾乎你想想 我完全想不到 有哪個建制派的立法會議員 除了行會那些我講 行會那些沒辦法 行會 葉劉也有單單打打 有人在這裡單單打打 行會沒有討論過的事 我就可以評論 你看不到任何的建制派 對林鄭 有任何的好感 為她說好話 可能還有一個叫陳志思 不過就是大難臨頭國字飛 到今天 全部的建制派 即使自己要進去捉高灣旁邊 都掩著半邊嘴笑 你那種起急敗壞的樣子 出來開拒社會 不關我的事 每個官員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撼著半邊嘴笑 又是 ABC Carrie 希望你不做 找別人來做 希望有一個 自己的人可以進入一個新的局面 新的特首 跟不同的派別 關係好一點就找你入國 找你入內閣 你平暴清雲 你看著林鄭 其實 管不了官 在他們那裏 當他發瘋 管不了官 官駕馭不了建制派 再加上這件事 這件大醜聞 雖然未必跟他有關 跟他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官員不聽他說 就顯示到他 根本沒有政治的能量 連自己的內閣成員 連自己的問習官員 都管不了他沒有這個政治的能量 去壓住這班人 於是 闖完一個 又一個 沒有懲罰 沒有後果 所以如果要做的話他要嚴厲一點 不過問題是 他嚴厲也沒有用 將政府給不給他做 是吧 這個民建聯的 大佬 會不會 這樣要黯然下台 又未必不會的 又可以的 以前也有幾個官 689年代 777年代 都要為這些 要握架 不過那時候 最後一段 任期 現在 只有幾個月貨 會不會繼續來 引起這個動盪 大家 邊走邊看 有新的消息 跟大家分析 和報導 暫時經歷到這裏 我非常支持 我心直有發的窗戶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謝謝